嗨CIS 我們今天是CC伏伏有王妍 嗨 哈囉 王妍經常有文青的風格 不過今天穿了牛仔褲和皮鞋 帶一些中性的衣服 沒錯 其實我自己私底下穿衣服比較中性 因為懶 中性就不用化妝很漂亮 今天這件衣服其實是買不到的 因為去年在日本拍MV時 然後就認識了一位日本的風格 他在去年尾幫我們整個公司的藝人 做Artisans Never Stop Peel Out照的風格 當時他做了這件衣服 即是他直接製造這件衣服給我 當時是有另一個穿法 即是他做了日式和服的 對 這條褲也是 這條褲也是日本的品牌 日去旅行的時候買 我自己很喜歡穿牛仔褲 但很多時候我跟牛仔褲看起來就很斜 但這條褲是有一點點喇叭 而且整個cutting網絡 就是你好像腳很收長 很瘦很高 但其實是假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他們不知道的 其實我是很高的 然後我喜歡穿布 其實牛仔褲加布 我平時不穿高跟鞋 所以就是布 好 厚一點的cutting網絡 平時也不戴衣服 但今天我要介紹 所以我就很乖地戴了一些衣服 日本品牌 這個是香港的 這個是香港本地的 我之前買了手鏈和頸鏈 這個就是它的戒指 它是用鐵刀刀刀刀的 那就是自己繞一個細節刀刀 對 很厲害 然後這個 我挺喜歡那種顏色 它其實有幾款顏色 這個是有少少偏黑的暗 還有一頂帽 就是今年年頭 6 first take 那一段 然後去日本行街就看得到這個 我自己很喜歡戴魚股帽 因為我不喜歡繩頭 比較懶 但是有些設計的魚股帽 例如這些是針織的漁膚帽 網絡不太斜 所以做事都可以使用 麻煩Caf跟我們介紹一新 在日本買的裝扮 最重要是瘦身 瘦腳和有瘦臉的效果 對於臉圓圓圓的人來說很重要 很瘦很瘦 有選擇部乾不用擔心 阿姨好像很瘦 讓別的真是瘦 為什麼要留在一段時間 清洗一下 淨洗一下